下面是政道的时间,我们又很高兴 请到我们的周晓东姐妹回来给我们政道 在政道之前,我们先求 李武乐明弟兄给我们读出一段经文 然后把时间交给周晓东 好,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我读的是约翰艺术 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真是祂的儿女 是能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因为曾认识祂 亲爱的弟兄们,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主落显现 我们必要向祂 因为必得见祂的真体 凡像祂有这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 像洁净祂一样 感谢神的话语 阿们 弟兄姊妹们平安 感谢主啊 这是今年的 我在这边最后一次讲到 这个机会呢 大家记得 因为我一直以来 咱们是在分享罗马书 所以今天是第七章 那至少是今年的最后一章啊 那希望大家回去以后 有机会把前面的七章 我们都听过了 有机会再重新读一下 罗马书这一卷书呢 比较不好读 因为它不是那个故事性的 它比较逻辑性非常强啊 就是保罗弟兄写的这一卷书信 但是这里边 储藏着我们基督信仰的 基要真理在里边 所以是非常宝贵的一卷书 大家有机会回去 把它重新再读一下 那今天呢 我们分享的这一张经文 罗马书第七章的这一张经文 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说 非常的宝贵 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状况是什么 我们现在在庆祝圣诞节 我们知道主耶稣的降世 使我们今天得以称为神的儿女 使我们有了盼望 但是这都是 那是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活呢 现在的基督徒 应该活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失望 不但对别人失望 对教会失望 对自己也失望 觉得自己也活得不像个 基督徒的样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状况当中呢 其实这个状况并不是一个 很特别的 不是说很不好或者很好 就是它是一个正常的状况 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 在圣经里面 神告诉我们的 我们信主以后的这个状况 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呢 首先这个敏仰 说不是消极等待上天堂的一生 那有人说信了主了 反正我就等着上天堂就行了 我该怎么活还怎么活 我到教会聚会 我按时聚会 我到时候奉献 然后我就是多了一个把握 就是别人都是世人嘛 都是面对死亡 我是面对天堂了 所以信了主 一信那一刻开始 这个身份没错 这个认知没错 但是我们这一生 剩下一生怎么活呢 就这么等着上天堂嘛 所以有人说 你们这个基督信仰太消极啊 这个不思进取啊 就等着这个 最后走的时候去天堂就完了 其实这不是 不是真实的基督信仰啊 而基督信仰 其实基督徒的一生呢 它不是那种消极等待的一生 它是征战的一生啊 所以神招我们也说 他要招金兵啊 兵是打仗用的啊 那这个仗 征战的一生 这个征战的对象是谁呢 征战的对象 从原来我们 我们原来可能就是一个 征战的人 好斗的人啊 我们跟家里吵啊 跟同事吵啊 跟任何人到哪地方 我们都会 都会 都会挑起争端 有可能是这样的状况啊 但是从我们信主开始 这个征战的对象 就不再是外人啊 而是我们自己啊 所以保罗弟兄 在这个格林多前书啊 说到 他说 我们基督徒啊 他说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我们基督徒像那个赛跑的一样 在那里跑啊 他这里讲的并不是说 只有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得奖赏啊 而是说 你要有这样的态度 说你们也要这样跑 好叫你们得到奖赏 就像赛跑 争那个第一名似的 要有这种跑的态度 并不是说只有一个第一名啊 用这种态度来奔跑我们的人生啊 他说 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 他们不过要得能坏的冠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一个 朋友或者有人搞某些提议项目的啊 因为我们家刘坤原来是搞中国是摔跤的啊 他摔跤是按这个公斤级来分级的啊 你多重的体重 那你在参赛以前啊 你抱的是多少公斤啊 你的体重一定不能超越那一个啊 一超越你要打上面那一级啊 那个那个是很困难的事啊 所以参赛以前恨不得吃喝都非常控制啊 不能够不能让自己过量啊 这是在参赛的时候 那一个在上秤腰体重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时候非常关键啊 如果你体重超一点 你就不是这个公斤级的 你要打上一级的啊 那就那就很困难了啊 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 你较力争胜的 凡是做这些 不但是我说这个摔跤 可能举重也是这样啊 不但是这个啊 其他的运动也是一样的啊 他凡事都有节制 为的是让自己的身体 在一个最好的状态 然后去迎接那个挑战啊 他说这样的人呢 他都有节制啊 但是他们不过是要得 那个能坏的冠冕 那一个冠冕给了你 其实保留不了多久的 我们在97年嘛 那个时候我们出国之前 在中国有一个英文培训 那个刘坤去参加 他的同学就有一个小女孩 叫陆丽 我不知道大家记得吗 曾经得过奥运会的体操 好几块金牌 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子 但是一身的伤啊 因为这个长期的训练嘛 然后文化水平又不高 没有读过什么书 所以他年纪大了 不做教练以后 就进入到了一个困境 就是做什么都不合适了 然后当时他来学英文啊 他也想出国 然后他说他已经拍卖了 几块金牌了 就是那个冠冕 虽然给了他当时站在那里 很荣耀啊 全世界第一名啊 但是那个冠冕 很快就朽坏了 就不代表什么了 他的金牌都被拍卖出去了 这不过是能朽坏的冠冕 但是为了这个冠冕 他们付上一生的代价啊 这个孩子从小 从几岁就开始练体操啊 然后练到到最后 拿完冠军以后 退役下来 一身的伤痛啊 真的是蛮可怜的 我觉得这个 他付上了那么大的代价啊 他们不过是要得 能朽坏的冠冕 可我们这些人呢 要得的是不能朽坏的冠冕 所以我们理当 比他们更努力才对 更付出代价才对啊 所以接下来二十六节说 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 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 我不是在那里 空放这些话的啊 那我有一个目标啊 我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二十七节 就是攻克己身 叫身服我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背弃绝了 所以这是保罗一生的 努力的一个方向啊 今天也是告诉我们大家啊 基督徒是征战的一生 这一生征战的内容是什么呢 叫做攻克己身 叫身服我 要跟自己的这一个肉身 来打仗 让这个身体能够服了我 所以上次我记得 我讲到的时候 我们提到过这个事啊 人的理性啊 支配着人的行为啊 但是啊 我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哈 一个人完全可以用理性 支配他的行为的 往往理性是那么想的 但是行为是那么做的 他他做不出来 他想要做的事情啊 这就是我们的矛盾所在啊 想的是好的 但是做出来就不对劲了 呃 我们的矛盾在这里啊 所以这里保罗说 我要攻克己身 叫身服我 就是我想什么 我的身体就能够配合我做出来啊 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啊 这个世界上最难制服的 大概就是你自己啊 你自己这个这个身体啊 好 我们接下来啊 呃 这里说 呃 基督徒一生是征战的一生 这一生的征战在自己身上啊 那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啊 嗯 抱歉下一条 对 第七章这里说 弟兄们 我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呃 所以前面这一部分呢 一节到六节呢 在讲律法的问题啊 因为犹太人 呃 从前是完全根据律法来约束自己的生命 来生活的 呃 我怎么知道做什么事是对的呢 那我看律法 然后神告诉我是这样是对的 哦 用这个来约束自己啊 那 这个不成功 约束了一千多年啊 也没约束成功 因为犹太人还是很 很败坏 败偶像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罪都有啊 那说明这律法在约束人的行为上不成功 律法能够改变人的理性 能够让人明白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但是律法约束不了人的行为 因为知道对错 但是我选择错啊 呃 我我记得 我记得很清楚啊 那个时候刚跟刘婚 结婚不久啊 他父亲啊 呃 曾经得过半身不随了 已经 那在家里呢 有一次我拿了那个那个血压剂 我就说 我说爸我给你量个血压啊 呃 好久都没给他量过血压 他也觉得他好久没看医生了 所以让我量了一下啊 中午啊 一量下坏了 高压二百多啊 哎呀 我说 我说爸这个太高了 咱要去医院啊 他说不用 还还还还还放了一杯那个二锅头啊 要喝酒 我说我说爸千万不喝 这要出人命啊 这个太高了 这个血压 吓坏我了 哎 他说没事 我一直这样 然后我再劝他 他说小东 你记得啊 我就是现在死 我也得喝 哈哈哈哈 你没法劝他 你给我翻脸了 你再劝我啊 就我先 我现在就在死 我都不能 不能少喝了这杯酒 他说 我这血压就这样 因为有一次他 去拔牙啊 去医院 人家也是给他量着血压啊 当时就把他留在医院了啊 就说你不能走了 你怎么来的 他说我骑自行车来的 人家说你这样还能骑车 就就要把他留在医院 后来他跑了 他不看 然后一直就血压那么高啊 然后他就说 他就是死 他都得不能少喝了那杯酒啊 哎呀 简直是 这就是 人啊 你可以改变他理性 他 你可以劝他 让他知道 你血压这么高 你再喝酒下去 要出人命的 要要 要出事的 但是 他就控制不了他自己的行为 他就要喝那口酒 你说那么大岁数了 你也不能 不能跟他抢吧 不能跟他 也没办法 后来他一直也是这样 然后最后是 突发性的 不知道是心梗还是脑梗 就是 中午吃完饭 喝完酒 去睡觉了 躺下就再没起来 倒是没有痛苦 走得很快 但是其实他那个隐患隐藏了很多年了 他后来能够能够活那么长时间 我都觉得已经是 现在说已经是很感恩的事了 但是随时量了血压就高压二百多 那真的是他可能已经适应那个高血压了 我说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律法 就是说道理 可以约束人的理性 但是约束不了人的行为 所以这里保罗弟兄写这个 这个第七章 咱们看他说 我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是对犹太人说的 你们都知道律法 都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的 就像咱们现在 我对大人说的 对基督徒说的 不是对小孩子说的 小孩子可能不懂得对错 太小 他出门就往马路上跑 他还不知道那个危险 有多么危险 那现在这个刚开始呢 这个第七章 一开头呢 保罗就说 我对懂得律法的人说的 对犹太人说的 说你们岂不知道 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因为犹太人在律法以下挣扎 明知道要死 还干那个作死的事 那个没办法 这么多年 神无论怎么管教 也没把他给他拧过来 所以到那个时代 还是一片的混乱的时候 那个律法就成了一个 成了一个枷锁 成了一个定罪的一个东西 所以在犹太人的生命里 套上这个律法已经很痛苦 所以这里保罗说 你们不知道律法管人 是在活着的时候 怎么脱离这个挟制 这个枷锁呢 只有一种办法 除非死了 所以他就举了个例子 就像夫妻这种关系 在圣经里 在神的律法里 夫妻是不能够分开的 那怎么办呢 除非一方死了 那另外一方就解除了 这个约束了 不然的话没有别的机会 所以他用这个例子来举 他说女人受丈夫的律法的挟制 是因为大家都活着 那如果丈夫死了呢 他就脱离了这个挟制了 他就算归于别人 他再去结婚也不是奸淫了 而是因为他丈夫已经去世了嘛 他用这一个例子来比喻律法在我们身上啊 我们只要活着是逃不脱律法的这一个管辖的 那怎么怎么逃脱呢 只有一条道路就是死了 所以在这里说的不是律法死了 是我死了 我死了就从这个律法里边逃 律法管的是活人 不能管死人啊 所以呢他这里说 我们借着第四节啊 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 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叫你们嫁给别人 就是嫁给那从死里复活的 叫我们结果子给上帝 所以圣诞节啊 耶稣基督降世啊 来为拯救我们啊 怎么拯救呢 用他的死 让我们也归在他的死里边 所以我们从律法的约束里边逃出来了 叫我们归给基督 不是归给我自己啊 因为从这个这个人文主义兴起来开始啊 人对自己啊 现在咱们的中国文化里 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谈论啊 就是人要为自己活着啊 呃我们原来老在乎别人 老为别人活着 为国家活着 为党活着 呃现在我们谁都不为了 我为我自己活着啊 呃 其实你真为你自己活着 你就很快发现你活着更不痛快了 呃 因为你看着哪都不顺眼 因为谁都不满我的意啊 然后要满我的意 让我活着痛快 我需要改变别人 需要改变很多 然后发现别人不配合 你就会更不痛快啊 呃 人真的为自我活着吗 我们基督徒最起码不是这样的哈 我们原来在律法下面被约束着 现在我们借着基督的死 把我们熟出来了 让我们一起跟他 在律法面前是死的 然后我们在基督里边要为他活着 目的是让我们结果子给上帝啊 那接下来第五节说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 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 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呃 属肉体的时候 就是属我自己这个肉体啊 就是为我活着的时候啊 为我活着和为基督活着 是对立的啊 当我为我活着的时候 有一个状况 就是律法 因律法而生的恶欲 在我们肢体中发动 结成死亡的果子 什么叫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啊 呃 一会儿我们在下面再讲哈 我们先把第六节看完哈 说但我们既然在捆绑 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服事主 按着心灵的心仰 不按着疑文的旧仰 呃 什么叫按着心灵的心样式 不按着疑文的旧样式哈 疑文的旧样式我们知道 就是律法 就是这一条 我要守这一条哈 然后 所以这个这个 呃 犹太人把律法拆解哈 呃 拆解成几百条哈 像这个 上次我记得 带这个年轻人的时候 我们一起查过 关于安息日的规定啊 神的律法 安息日是一条哈 但是犹太人拆成二百多条哈 就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哈 呃 吃饭可以 做饭不可以哈 呃 这个什么拿针线可不可以 什么 呃 一切的 他要把它拆解成生活中能够遵行的条文哈 疑文的旧样就是按着这个条文哈 呃 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圣经上老说哈 就是安息日有一个约 你不能让人不走路嘛 但是这个路程 多少算是在安息日允许的范围内 比如说一公里 你超出这个公里数 你就算做工了 呃 很有意思哈 而且他们说这个 犹太人过安息日的时候哈 你这个开车哈 你点火这个动作叫做工 但是你开车不叫做工 呃 所以如果你想安息日开车的话 你就在安息日前把他打着啊 然后 然后你要他一直着着 你不能灭了他哈 灭了他你再着就着不了了 这叫做工哈 就很很很细的 这叫疑文的旧样式哈 那什么叫心灵的 呃 心样呢 呃 前些天哈 因为我跟国内有一些丁姊妹 有联系在网上有一个服饰哈 那他们呃 读经啊 信仰上有些问题 有时候会发过来 那我就给他们回答哈 那前些日子我接到一个问题哈 他说这个基督徒佩戴龙形的呃 图案的这个配饰 可不可以 哎 我说 你问这问题是为你自己呢 是为别人呢 你要是看着谁佩戴了 然后你想用这个定他的罪的话哈 我说你去悔改吧 这不是出于爱的哈 你你你你别为别人操心了哈 如果你自己真的完全不明白哈 那那咱们可以讨论讨论啊 呃 我说 有的人哈 他觉得这个 因为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图腾哈 在我们的文化里几乎是随处可见的 你什么书画上啊 什么衣服上啊 是这个盘子碗呢 筷子上到处都有啊 那你说这个东西 你非要把它归结成 有人认为他是邪恶的 他就是魔鬼 所以我原来认识一个教会的姊妹啊 信主以后认为这个东西邪恶 把他们家盘子碗都砸了 凡是碗上面带龙纹的哈 我我个人认为没这个没这个必要哈 他真的要这样做 那我我我觉得也好也好嘛 他真的就想这样做 用这个来表示他的跟过去的决裂啊 他觉得那些东西都是邪恶的龙 就是魔鬼的化身啊 虽然这认知 我觉得有些问题啊 但是他要真的样做也不错 但是你这样做了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你不要指别人 非要别人这样做 到人家家看到人家的碗是龙 你就说他是他是魔鬼啊 你这个就有问题了 我说你就不 那叫遗文的旧样式 这不是律法 你不要拿律法去要求别人 你自己这样做很好 我说如果你现在不明白 你认为我佩戴个龙的装饰 就是一个工艺品啊 它没有信仰元素在里边啊 如果你这样认为 我认为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我说我认为 我不会认为你因为这个就会失去你的救恩 对吧 你的救恩没有问题吗 你只是你这个这个问题 你现在的认知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随着你对主耶稣的认识的更深 你爱他更深 可能将来有一天你处理这问题不是一个想法 因为你开始有了跟神一样忌邪的心 凡是主不喜欢的我就不喜欢 他如果不喜欢这个 那我也不用带着这个了 我为什么要带着这个呢 所以我说你让我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想给你们画这个律法的线 你不要从我这说 某某人说了这个就不对 我说这不是律法 那我希望大家是因着主的爱 我们在心灵里边回应神的爱的一个做法 你愿意把它都砸了处理了也没问题 你说的我认为目前我认为他没有信仰元素 我认为 我觉得你这样认为问题也不是太大 所以呢这叫心灵的心样式 因为我们爱他 我们因为爱而做出的回应 你怎么回应也不为过 但是这就不是一个要求 不是一个标准 就像我们家老二 有一阵吃了一年多的素食 他不是素食主义者 他是因为跟一个朋友打赌 有一年就是澳洲网球公开赛 他说这个赢那个说那个赢 他说他要输了 他就吃一个月的素 结果他输了 输了以后就吃了一个月的素食 然后他觉得吃素挺好 因为他也想减肥 他觉得吃素反而精力旺盛了 所以他就坚持吃下去了 吃了一年多 其实这个吃素对我们来说 对我来说挺麻烦的 就是你一定要给他做素菜 那我们吃的肉什么他又不能吃 可是家里刘坤是不能缺肉的 那就是你怎么也要单独给他做 做一份东西 就是对我来说是个 是个麻烦 我们家两个孩子一个吃鱼 一个是绝对不吃海鲜 就是你做吧 就非得给他弄出两份来 就是挺烦 但是因为对他的爱 那你就接纳他的想法 对吧 那再困难 我也愿意单独做出一个东西来给他 对吧 所以这是爱的回应 这不是律法 说你做妈妈的就要求你 你不这样做 你就是不对的 没有这样的律法 但是在爱里边 你愿意加倍的回应他 就正因为他吃素 我就担心他营养不够 所以鸡蛋好歹能吃 可以吃蛋 搁一点起司 什么奶油 反正想办法让他能够 摄取的能够多一点 这是出于爱的回应 这不是出于律法的回应 所以我们今天信主 我盼望着我们弟兄姊妹也是 出于对基督的爱 你如何回应都不为过 你真说的 像我说那子妹说的 就因为觉得神不喜欢龙这个东西 所以我把我们家盘子碗都砸了 你真愿意这样砸 也没过 也没错 也不为过 但是不要拿他当律法 去要求别人 所以这叫不按着遗文的旧样 从此以后 我们不那样 按着律法的旧样来服侍 我们是按着心灵的 心样式来服侍神 好 接下来 然后他说这样 我们可说什么呢 律法是罪吗 断乎不是 只是非因律法 我就不知何为罪 这个事很有意思 非律法说不可贪心 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因为咱们刚才说 律法约束人嘛 那因为在律法下约束着我 我又不能够 我又做不到律法的要求 所以律法就定我的罪 定我的罪就叫我死啊 那律法是什么呢 律法是罪吗 这里说断乎不是 绝对不是的 那为什么我跟律法之间是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我这个人呢 就是律法要不说贪心 不可贪心 我还不知道什么叫贪心 就因为律法说不可贪心 我就体会到底什么是贪心呢 我也要贪一下事实 这就是人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 我们家两个女儿 我们家老二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她很聪明 但是她就是很会挑战底线的一个人 从小这么小 我记得在茶几上放一杯热水 我说这个水你不能动 这个很烫你不能动 我如果不说不能动 其实她根本没看见 她可能不会不动 但是因为我说了这个不能动 她就会围着桌子转 然后你就看人家 还不会装甲 你就看她那个眼睛 就在盯着那个东西 她就是想动一下 然后她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说我不能动呢 我动一下有什么后果呢 她就要去搞这个 其实我们人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神不是说 这个事不能做 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事 然后正因为神说 这个事不行 我说为什么不行呢 所以我们就变着法的想去试探一下 这个事可不可以 这就是我们人性 所以呢她说 第八节说 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 叫朱般的色欲 这是另外一个版本 情欲大概是 在我里头发动 因为没有律法 罪是死的 有了律法罪就活了 因为这个罪在这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说 她去挑 挑唆你的内心 因为神说了 这个事不能做 她就挑唆你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吗 试试吗 这个有什么呢 然后当你一旦做了以后 她就说你死定了 你完了 因为你 你出犯律法了吗 所以她就是那个控告者 她第一个工作 是在迷惑你 是个引诱者 是个说谎者 她说这个事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看看你 你受了这么大委屈 你就骂她一顿 有什么了不起的 把刀拿起来杀了她 她就各种的挑逗 因为神说了你不可杀人 但是我们不杀人 我是觉得很多的时候 我们心里杀人的念头 跟别人生气 气到 要不是因为知道不敢杀人 知道法律约束 不然如果有一天 咱们说杀人不犯法 我不知道这社会上得死多少人 今天我们是不敢 但是所以说希特勒这个人 这么恐怖杀了那么多人 我说你没有到她的位置 你没有那个权柄 如果你真到她那个位置 真有那个权柄的时候 你不一定比她善良多少 人的内心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罪 她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 她的邪恶的一个面目 就是来勾引你 她告诉你 正因为神说了 你不是读圣经吗 神说了不能骗人 你说不能撒谎 然后她就告诉你 撒谎有什么 这件事是为她好 白色谎言 你看你撒了这个谎 她也舒服了 你也舒服了 你说实话呢 坏了 她也构想出一大堆的问题 来吓唬你 你说了实话 然后她就惨了 然后你也惨了 你要承担很多责任 所以这件事 她在挑逗 你要按着 不应该做的方式去做 等你一旦做了 她就说完了 你死了 你死定了 因为律法说不可以做 神说的你不可以 所以你犯了神的律法 你就死定了 所以第二件事 她就是要杀人 那罪的 我们知道罪的一个面目 就是这个东西 第九节说 我以前没有律法 是活着的 但是诫命来到 罪又活了 我就死了 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 反倒叫我死 因为罪趁着机会 就借着诫命引诱我 而且杀了我 本来诫命没来的时候 我是活的 诫命来了 我就死了 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刚才说 如果我不说这杯水烫 你不要碰 其实他挺自由的 孩子在房子里 跑来跑去 他没问题 但是正因为 我说了这件事 他的注意力 就集中到这来了 他就开始围着桌子转 然后他就开始 一定要想想 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不能碰呢 那我一定要去 弄他一下 这就是 当诫命不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自由的 诫命一来了 因为我们争夺不过 自己内心的那一个欲望 被罪挑唆 所以我们就在 诫命里边就死了 这就是我们的状况 说这样看来 律法是圣洁的 诫命也是圣洁 公义良善的 既然如此 那良善的叫我死吗 断乎不是 叫我死的乃是罪 但罪借着良善的叫我死 就显出真是罪 叫罪因着诫命 更显出来是恶极了 所以罪这个东西 不是一个名词 罪这个东西 它有 它在圣经里面 所讲的这个罪 它是有一定的诠释的 它甚至有一点人格化 它去主动的 去引诱你 挑唆你 它是有一定诠释的 这个 一种力量 它并不单单是一个 罪行的那种 那一个名词形式 我们知道在监狱里面 你看那什么 老改犯 什么 尤其青少年 少管所 他们在里边 做的最多的 就是读律法 读这个法律 让他知道犯了 他们从监狱里出来 都知道 做哪样罪 犯刑法 刑法地多少多少条 咱们一般人都不知道 刑法多少条 是怎么回事 他们从那里出来 一定知道了 因为在那里 学的就是这个 但是学完了 他改嘛 他不改 对 他在里边还交流了经验 他可能更升级了 出来了以后 就是他不是不知罪 他知道罪 这个诫命 他知道了 越知道 他就越想要在里边 找这个缝隙 来去加倍的 来去犯罪 所以那个律法 法律不是让人死的 法律是为了约束 你让人活着的 但是呢 这个罪借着这个律法 就让我们死 他说就显出这个罪 真的是罪大恶极了 好 接下来 他说我们 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 但是我是属乎肉体的 是已经卖给罪了 因为我所做的 我自己 不以为是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所恨恶的 我倒去做 这是人的一个矛盾状况 这是我们现在的状况 就是我想做的 我做不出来 我不想做的 我倒去做 然后 我就是这种状况 说我们承认律法 是属乎灵的 所谓属乎灵 就是属乎神的 因为神是灵 所以律法是神扳不下来的 是属神的东西 但是我呢 是属肉体的 我为我自己活着 我是听我这个肉体 想要做什么 我做什么的 所以我跟他产生矛盾了 所以 我做的 我的内心是愿意 听神的话 想做神的事 但我实际上行为 是听我肉体的话 不想做这个事 这个 很 很困难 我们进入到这种状况 其实读罗马书 真的是 解惑 我在信主之前 就是对人生的这种疑惑 完全不明白 人为什么会受这么多痛苦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人生 人活着一辈子 为什么 就是读到罗马书的时候 真的 我觉得他在里面 解除了我很多的困惑 人生为什么是这样的 这个到现在为止 给我们讲的很清楚 因为 我是一个矛盾体 我想做的 我不去做 我不想做的 我倒做了 做了以后我就后悔 对吧 所以我就变成了这样的矛盾体 这个 生命就在矛盾当中 在一个 在一个 这个 这个 拉锯站里边 我们 接下来 16节说 若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 我就应成 律法是善的 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所以我们凭着理性知道 律法是好的 但是呢 就像这个小偷 他不能不说法律是对的 法律是对的 但是约束不了他自己 知道我要再偷的话呢 还会进去 进去以后 这个 这个惩罚也 也不轻哈 无论是劳改 还是监狱 这个惩罚也 也不算轻 但是呢 我就是约束不了我自己 到时候还是要去伸手 这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这一个生活状况 接下来 说 这个既是这样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所以我里头有 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我 一个是罪 所以他说 这不是我做的 因为我是想要跟神的律法好的 想要听这边的 但是我里头有个罪 所以他说 这不是我做的 这是罪做的 呃 这是告诉我们 我们有这样一个形态哈 呃 但是不能把所有的东西 都推在这个上面哈 我们说是罪哈 有人说是魔鬼哈 说在我里边 所以有一个是我 真我 有一个魔鬼哈 所以这都不是我做的 这都是魔鬼做的哈 我说你把责任都推到魔鬼身上 魔鬼不接怎么办 这锅他不背怎么办呢 到最后神说的那不算数哈 那还是你做的 那不惨了吗 所以什么都推到魔鬼身上哈 这个呃 赶鬼哈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 因为最近跟国内的基督徒 接触的比较多哈 给我发的问题哈 说有人说要赶鬼要彻底的赶哈 你这个身体里有各种各样的魔鬼哈 这个魔鬼怎么赶呢 说你从小到大 你凡是能记得 记出来的事 你把它写下来 可能在某一件事里就有魔鬼 到你这个里边了 所以你要把它都写出来 然后我们一起祷告 一样一样的赶哈 然后他问我 这个对不对 这个状况啊 我说我没听说过 我不认为是这样赶鬼的 我说我 我在圣经上也没看过这样的例子哈 他说只是那个姊妹说 因为他让我写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没隐私了 那你就让人把我从小到大 所有的事情都要写出来 有一样写不出来 你这鬼就赶不赶不赶紧哈 这个 这个有问题哈 你不能把什么都推给魔鬼哈 但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个状况哈 我里边确实有个罪性哈 这个罪性时常的来支配我 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 十八节哈 接着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游的我 只是行出来游不得我 这句话太精辟了 立志为善游的我 行出来就游不得我 而且这有一个很绝对的说法 他说我知道在我肉体里边 没有良善 有多少人能承认自己肉体里 没有良善呢 我们觉得自己还挺良善的 那我最起码我我听到多少朋友 没信主之前都拍着胸脯术 我这人一辈子凭良心做事 我从来都没做过为亏良心的事哈 我肉体里挺良善的哈 你看我我资助什么贫困生 我这个这个社会公益 我去打义工 我去做各种各样的事 我我我我有良善哈 呃但是 霸博提兄在这里说 他说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肉体里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游的我 那个良善是我思想里的 我立志行善 这是我游得我哈 但是行出来就游不得我 呃他说顾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 我不愿意的饿 我倒去做 我若去做 所不愿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又一次 因为我这个人是被罪 我的行为被罪掌控着 我自己有个毛病 我跟大家 现在倒没有了这个毛病 我原来跟大家分享过 跟年轻人也分享过 我说为我祷告 我战胜自己很困难 我说我有一段时间 就喜欢玩游戏 而不是那高端游戏 就扫雷 特别特别无聊的游戏 但是呢 就是晚上 在电脑前 什么都做完了 该去睡觉了 不 我就开始 就做这个 就是个扫雷 我能搞到两三点钟 自己累到不行 知道应该休息了 但是就在那里 很无聊的点这个鼠标 就是不愿意休息 就是心里想的很正常 我必须要休息 明天早一点起来 可以读经 祷告 灵修 可以很多事要安排 但是呢 到做的时候就由不得我 他就不知道 为什么不能控制自己 所以我很理解 那些打游戏上瘾 不能戒掉的 我说我理解你们 我这个还不是什么 什么大游戏 就那么个小东西 然后我就困在里面 有一段时间 我之所以把它拿出来说 就是为了想让我自己 从那里面逃出来 我觉得人呢 就是越掩盖的 他越刺激 别人都不知道 这个事 越掩盖着 他越想要去搞 越想要去玩 所以我就拿出来 跟大家讲的时候 我说请大家也为我祷告 但是这个现在 现阶段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我说这个事呢 就是说我们的励志行善 我自己还觉得 我至少是成人吧 挺成熟的人了 而且我有家庭 有孩子 早上起来 早点起 给孩子做个早点嘛 所以那个 那个理性上都知道 我这么一个成人了 都控制不了 所以有一次一个姊妹 请我到她家去 说为她孩子祷告 她男孩十岁 说的这个 原来是特听话的孩子 然后从这个十岁开始 就是她玩上那个iPad了 然后就因为她夫妻关系不好 爸爸搬出去住了 所以她家里 她大概也苦闷 也有就在网上去找一些乐趣吧 然后就玩上游戏了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作业也不做了 然后就被这个游戏控制了 她让我去给她孩子祷告 我说我祷告 我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呢 我自己的经历 我知道不但是孩子 成人被这个游戏这个世界困进去 都不容易退出来的 但是我们的方法要先有 至少你要先有理性 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我想出来 虽然我还没出来 控制不了 但是我想要出来 然后你伸手求救的时候 上帝会把我们带出来 如果你自己都不认为 那是不对的 那就惨了 那就出不来了 那这里说 我不愿意做的 我去做 就是住在我里头 最做的 最后一节21节 她说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她觉得这是个律 我们大家思考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那个恶就跟我同在 就在那脱离不开 有多少人现在去捐款 扶贫呢 是为了能够 是为了作秀的 是为了能够宣扬一把 自己的行善的名声 为了在善光灯下 照一张这个照片 我捐了多少多少钱 这个支票 然后这个报纸头条 登一下 我是一个大善人 有多少人行善 是为了这个 你说我行善 不为了这个 但是好像就有这个东西 它伴随着你 你内心窃窃的 就想要这个东西 所以人当自己行善的时候 他发现 他里边有恶 与他同在 这个剥离不开 好继续 因为按照我里面的人 我是喜欢上帝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 另外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 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 取死的身体呢 这个苦啊 是全人类的苦啊 从我们离开上帝以后 从亚当夏娃 从伊甸园里出来 离开上帝犯罪 离开上帝以后 就进入了这种苦海里边 我真是苦啊 就是立志为善 由得我行出来 由不得我 我们在这种挣扎里边 挣扎一生 说谁能救我 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所以在这里 他发现一个问题 我是想要生的 我是知道上帝是好的 那是永恒的 但是我这个身体是取死的 是作死的 他就要作 我没办法 我控制不了 我相信应该我们每个人 都有过这种挣扎 尤其基督徒 如果你从来没有过这种挣扎 是不对的 那你就从来都不知道 什么是对 不知道自己是错的 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挣扎 我们的信仰是有问题的 应该大家都有过这种挣扎 但在这种 这种挣扎 跟世人的挣扎 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 世人也是这样的挣扎 也有知道什么是好的 但是他确实是做不出来的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只有在我们的信仰里 能够被解决 还有最后一章 最后一节 说感谢上帝 靠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就脱离了 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上帝的律 肉体顺服却顺服罪的律了 所以这是一个结论 那这种状况怎么解决呢 他说感谢上帝 靠着主 耶稣基督就脱离这个取死的肉体了 就解决了 前面那一个我们体会很深 这一个大概能体会的人不多 真是感谢上帝靠着主就脱离这个取死的肉体 很多时候不是的 我们基督徒原来这个教会里有一个很好的弟兄 很追求 但是他就是愁烟 然后他自己想见 他不是认为没关系 他是认为很害羞 很不合适 尤其我们一起去以色列旅行 然后忽然间他就脱队了 他去买烟去了 没带烟 他想着这一趟去圣地旅游嘛 我就把他借了 结果控制不住啊 然后就跑出去那要拿美金买的 那烟挺贵的啊 那买了烟 然后找个鸡脚嘎啦 就去抽去了啊 我看他在抽烟啊 心里真是 我觉得我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挣扎啊 很害羞啊 就找个地方 很怕被人知道啊 因为他自己是很追求的基督徒嘛 他也想做得很好啊 但是这个东西他就是控制不了啊 其实这是我们肉体的软弱啊 就是这个状况啊 但怎么能够说感谢主 靠着耶稣基督就脱离了呢 所以今天圣诞来临的意思 是基督降生啊 不是只是在实际上死了 赦免了我们的罪 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让我们要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 那这个这一个功用是跟我们今天有关的 那一个是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做成了的 那一个做成了当然影响到我们现在哈 但是今天我们生活的每一每一天 每一个行动作为每一个选择 我们做错事做对的事 我们是顺服这个取死的身体 还是顺服神的律 这一个功用在今天啊 我们需要体会的 这是基督啊 说感谢主在基督里边 我们能够脱离那个取死的身体啊 最后啊 这是在约翰一书里边啊 刚才纽地修为我们读了前面三节啊 说我们父是何等的慈爱 叫我们做神的儿女啊 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里边也说啊 说我们基督徒啊 不是从血气生的 我们是从神生的 对吧 我们是从圣灵生的 基督徒的标志不是说 你说没有受过洗礼啊 而是说你有没有重生得救的生命 对吧 那一个重生的生命是神生的 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 借着基督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 在这里呢 说了两件事啊 我们看第五节啊 他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 要除掉我们的罪 在他并没有罪 主曾显现要除掉我们的罪 说的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完成的救恩 他显现出来 为的是除掉我们的罪啊 我们信靠他的时候 我们罪得赦免 被除掉了 这是刚才我说啊 这个是一项神的儿子降世的 这个这个功用啊 第二项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这一项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 第一次他显现是为了除灭我们的罪 为了让罪得赦免啊 然后第二第二部分内容 他曾经显现出来为的是什么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就是除灭你心中现在罪的那个作为 怎么除灭呢 呃我听到有一个有一个例子啊 一个弟兄讲的很有意思啊 他说我我就觉得啊 我就是一个好像我们家是一个大房子啊 然后呢 我把耶稣请进来了 耶稣住到我们家啊 我就给他住一间客房啊 他就住到我们家了 然后我就觉得很平安啊 因为我现在有耶稣了嘛 然后他说后来呢 早上起来我就听见有名敲门 然后敲门我一打开门那是魔鬼 他说我就跟他打呀 然后打不过他 然后他说连续几天 这个魔鬼就在这敲门啊 然后我怎么打也打不过他 然后我就喊耶稣 但耶稣在楼上呢 耶稣下来的时候那个那个魔鬼就跑了 可是他还来 他说我怎么办呢 后来有一天呢 那个他就跟耶稣说啊 他说耶稣 他说你看你都住在我家了 我我我都把你请到我家来了 他说你说那个魔鬼 他怎么老来打扰我呢 而且我每次打我都打不过他 呃那耶稣说这样吧 他说你把你家给我吧 他说这算我家 你住在我家得了 然后他想想 哎这事挺好啊 然后他说那行 那他再敲门 所以耶稣说他再敲门 你就不用开门了 你就不用管了 这是我家嘛 所以呢 他就住到客房去了 他说那我我就住在耶稣家了 下次魔鬼再敲门的时候 不用我开了 他说耶稣就去了 耶稣一开门 那魔鬼就跑了 呃这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哈 我当时听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哈 就是我们的生命哈 你把耶稣引寝进来了 放在一个角落里哈 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呃我工作学习生活 什么都有 我还有耶稣哈 呃并列的 他是一部分哈 然后当我们这种状况的时候哈 呃你是争夺不过那个罪的 因为你从头就没有这个能力 你把耶稣当作一个外援 就是我要有事的时候 我求你给我帮个忙哈 把这个事帮我办了 有多少我们的祷告是这样的 把耶稣当作外援来来支持我一下哈 有时候还觉得你看你这个动作太慢哈 你你这个你没你都你都没帮上我哈 你给我不是信主了吗 你不是应该帮我的吗 但是我们那个位置是颠倒的 所以当我们是这个位置的时候哈 你是打不过魔鬼的 你从头就打不过那个罪 呃因为他就在你里边 你怎么想你怎么排斥他 他还在我们里边 因为我们的肉体就倾向于那个东西哈 那有一个办法哈 就是套着耶稣基督啊 他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他怎么除灭魔鬼的作为呢 只有他跟魔鬼对上 魔鬼就跑了 我跟魔鬼对上一定是我失败的 所以你不要老去跟这个这个魔鬼对哈 你你你要最好藏在基督里边 叫他去跟魔鬼打哈 他他也愿意来保护我们哈 那就是把你的一切 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哈 往往下来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了 第七章讲完以后下面就是 如今那些在于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 就如何应该如何如何过生活哈 基督徒不是没有行为的 我们基督徒要求我们有好行为 但是这个好行为不是律法 刚才我们说不是疑文的旧样 不是你是基督徒你就要做到 一二三不是这样子的 基督徒的好行为是 建基于对神的心意的理解 建基于基督的旧恩 对神的爱的回应 才表达出来的这个好行为 那是心灵的新样式啊 所以呢在谈行为之前 保罗弟兄在前面铺垫了七章 关于呃这个这个基督信仰的基要真理啊 我们最是怎么回事 咱们一章一章讲过来的哈 到这里到我们实际生活了 天天如果我们还在这里 我刚才说没打过仗的是不对的哈 一定跟你的肉体征战过哈 但是天天还陷在这个征战里边 不能自拔的时候 我们还是不对的 那跟世人有什么区别呢 我我曾经真的是很挣扎 我跟跟神讲 我跟世人有什么区别 你告诉我 他也是呃 无法脱离取死的身体 我现在同样无法脱离取死的身体 对吧 我知道我这个肉体就是要要去要去败坏的 要要去要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 我自己咬牙切齿 但是我管管不了我自己 怎么办呢 我我求主我祷告 随时祷告也不一定都管用 就是他不能控制我自己 嗯 简单讲个例子哈 前天前两天哈 刘坤跟他们一个同事哈 发生一点争执哈 就是因为他这个老板叫他 收拾前院的这个garden哈 那garden里很多草 杂草什么的 他把它拔完了 他就把垃圾桶拉过来 他就想把草 就直接放在垃圾桶里就完了嘛 所以垃圾桶就在他边上 他一边收拾一边 拖着这个垃圾桶随着他走哈 那因为是前院 那后来到晚上客人就入住了 那个旅店的客人呢 还来的都是咱们 咱们中国客人哈 然后就说那个垃圾桶 为什么放在你们这前院啊 说我看着就觉得特恶心 就跟他们一个同事说啊 就说那个把这个垃圾桶拉走啊 嗯 然后这个同事呢 就没说话 就想跟客人投诉嘛 说垃圾桶在这不好 那我把他拉走呗 就把他拉后院去了 刘坤这看完活一回头 垃圾桶没了 他就火冒三尿 说谁把我垃圾桶拉走了 然后那同事说 刚才人家投诉啊 说我拉走 说投什么诉 我现在放在里头 我再拉走不就完了嘛 你现在弄到后院去了 我这一堆草 我得抱到后院去 这路上离离拉拉的 到时候还得打扫 对吧 但是我就把这垃圾桶 放在这儿这么一会儿 怎么了 马上就干好活了 就火冒三丈 跟人家吵起来 吵完了 他也觉得自己不好 这个脾气怎么又回来了 他有一段时间 没有这么大脾气了 脾气本来不好 信主以后 他觉得改了 好多时候已经不发脾气了 然后回去就跟我说 我最近不好 我真的不好 我为什么又回来了 这些东西啊 自己后悔 觉得不必要 我说不必要的嘛 一个垃圾桶 他拉走了 你再拉回来就好了嘛 你装完了 再推回去 不就完了嘛 那他确实也不是 他想跟你过不去 是客人投诉 那他就想着 客人一投诉 我就赶快处理了 就完了 也不是针对你啊 你不必要发脾气啊 但是你一发脾气 同事关系就搞僵了 你知道这个关系搞僵了 你再缓和就很困难啊 他自己也知道 他说我知道 但是我为什么 就是脾气不受控制了 我说啊 我们俩后来就吃完饭 出去海边坐坐啊 我说啊 我说你不要认为 你原来的那些毛病都改了 那不是改了 是因为你信主了 你在往这条路上走 主就帮你处理了很多问题 你碰到这个问题 不会发火 不是你改了 那真的是主帮你处理了 所以很多的时候 你脑子能冷静下来了 不是说你 你现在你发现你没改 你脑子冷静不下来 当时的冷静其实是神给你的 那你 这个属灵的这条路啊 呃 他真的是溺水行舟啊 因为你要跟你的肉体斗嘛 不进则退啊 你说我站在原地 不往前走了 但是你站不住 他一定退下来 所以刘坑自己确实是觉得 他说我最近一段时间了 不读经不祷告啊 自己自己完全就是 随波逐流了 随着他这个 很快他自己里边那些毛病就都 都又返回来了啊 他觉得我都改了 我都不这样了 我为什么脑子一热就开始 就开始 呃 胡来了 就开始 那不是脑子一热 你没法控制了 因为你那个肉体里边的那个罪啊 那个挣扎的那个 那个劲儿又回来了 原来你不挣扎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自己交给神了 当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真的是神来帮你处理了 你也不怕损失 你也不怕吃亏 所以你你不计较那些东西 你这样你就觉得人家 对我不尊重啊 我在这干活 我拿着垃圾桶 你要拿走 你要事先问我一声吗 你你你连招呼都不打 你就给我弄走了 然后他 我说那他就是得罪你了吗 得罪你了 你就要跳起来吗 那就很正常吗 人就是这样的 咱们在基督里的这种状况 不是 我我说的不好 不是正常状况啊 它是一个超常的状况啊 你老保持超常的状况 你要保持你跟主的关系 你才能在那个超常里边待着 你不保持这个关系 你一定退回来的 你退的可能 将来有一天会比你原来还不如 因为完全的放纵自己啊 那个那个就坏了 所以要约束自己在基督里边哈 主显现是为了要除去魔鬼的作为啊 两件事 我们记得哈 圣诞 呃 复活节 受难节 一件事 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除去我的罪 当我信他的时候 我的罪被赦免了 这是主自己做的工作啊 这跟我没太大关系啊 我只是用信心来回应 那第二件事 跟我们今天每一 每一分钟的生活都有关系 他显现出来为要除掉魔鬼的作为 这个作为不应该在我们基督徒身上 再有那么大的权柄 这个魔鬼的作为 呃 怎么除掉 只有你 往后读罗马书 只有你把你自己 完全的交在神的手里 叫神来给你处理每一件事情 你才能够 让魔鬼在你的生命里作为不起来 管理你自己的情绪 管理你的 呃 心灵状态 管理你的口舌 求主来帮助你 管理你自己 知道我们这个状况 就像我刚才说啊 你要知道 我们的状况不对 我今天的状况不对 呃 我感谢神啊 刘坤他是有这个感觉的 所以吵完架 他回来他知道 我我状态不好 我怎么是这样 我基督徒啊 我怎么 我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觉得自己不对了 你首先要知道自己不对啊 不对就有改的机会啊 如果你说我自己没什么不对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他还不该骂吗 他他他他怎么怎么错 如果你 这种状态就更没得说了啊 我们想首先要知道我们这种战胜不了自我的状态 在基督徒呃 是正常的 但是他是不对的 呃 我们需要脱离这个状态 进入到一个超长的状态里边 那个状态是在基督里边 基督管理你的生命 为你处理一切的问题啊 呃 所以我们基督徒活着 是为基督而活 不是为自己活着了 啊 你为自己 如果现在还有这个想法 我就为我自己活着 呃 我我 我就是为了让我自己享受 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呢 那你是挣脱不了这个 这个状态的哈 你今天活一天 我们活一天 是为着基督活着 那 就像保罗弟兄说的哈 我说真是 我盼着什么时候我也敢说这句话 说我今天活着就是基督啊 死了就有益处啊 呃 不敢说这个话哈 我跟基督差远了哈 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其实都应该是这句话哈 活着就是基督 死了就有益处 我今天活着就是基督 让基督的这个思想啊 抑制哈 能够管理我整个的生命 每一个角落 不要留自己的某一个角落哈 我们大概心灵里有某一块地方 呃 我自己原来有 现在我试图把它释放掉哈 有一块地方 不能碰 我跟神说这个不能碰 呃 这个事千万不能发生啊 这个事要发生的话 我就崩溃掉了 我不接受 呃 就是保留某一个角落哈 不让神碰哈 你你越保留啊 你越失败 如果你把你生命的全部交在神的手里的时候 你才可以开始体会那一个感谢主 靠着耶稣基督我就脱离这一个取死的肉体的这一个感受哈 呃 所以圣诞节哈 基督徒要欢庆圣诞节哈 呃 原来我知道有有某些教导哈 说这个圣诞节这一天呢 不是耶稣基督的 生日 肯定不是 怎么算也不能是12月25号 那有人说这个年代都不对 今天公元的这个年都还差好几年呢 再别说这日子 日子肯定不对 所以圣诞节我们不过 呃 我不知道别人过不过 我是过 我 我觉得基督是我的主啊 这个 这个节日 这个日子 不是说哪一个日子 这个节日是这一个事件 基督来到地上的这一个事件 是值得我们 像刚才咱们唱那个诗歌叫普世欢腾啊 呃 其实我们知道基督下降生的时候没有普世欢腾啊 基督降生的时候连客栈都满了 都没有一个地方 所以他生在牲口棚子里边啊 生在马槽里边啊 为了我们啊 为了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 基督从天上的神呢 神子啊 然后那个荣耀全都不要了 生在马槽里边为我们降生到这一个世界上来啊 这一个事件是绝对值得全人类来纪念的 呃 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基督徒啊 你怎么庆祝都不为过 你知道今天我们活在阳光下能够欢声效益能够有着永恒的盼望 多么美好啊 这一切都是因为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啊 所以今天我们欢喜快乐的来庆祝这个节日 呃不是纠结他生在某一天啊 而是心里知道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件事而这件事还在延续延续到你今天的生命里边 今天他同样要在你生命里边要有这个作为显现出来有这个作为 叫除灭魔鬼的作为啊 呃一个基督徒啊 他生命里有这一个神的儿子显现的这一个 这一个怎么讲啊 这一个状况啊 你才知道这个人真的是属神的啊 呃不是说我们有多好 但是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掌管啊 在任何一件事上能够尊主为大啊 求神来呃保守来帮助我们啊 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你差遣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呃赦免了我们的罪 更感谢你他显明在这个世上 也为了是除去魔鬼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主我们把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 求你赐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和领悟的能力 也有足够的信心和顺服的心 愿意按照你的话去做 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全然的交托在你手中 主啊你来管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 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荣美的见证人 能够成为刚才你经上所讲的那样 我们靠着你能够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 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主啊我们现在软弱 我们的生命软弱 教会软弱 主啊我们到底如何行 才是一个出路 就求你来复兴我们的生命 复兴你自己的教会 主啊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 真的如明光照耀一样 能够让世人看见我们 就看见有你在我们当中了 主啊你来施恩赐福给你自己的儿女 和你的教会 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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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